马来西亚吉隆坡首都以外140公里 有一个截然不同的风貌 小渔村小人物却引起了慈禧志工的关切 这个家的主人叫做王毅顺 患有小儿麻痹 住了十几年的家已被白蚁侵蚀 让一家人每天都过着害怕的日子 为什么害怕 一起来关心他们 歪斜的柱子眼看撑不住 王毅顺瘦弱的双脚就如这个家一样 摇摇欲坠 43岁的王毅顺患有小儿麻痹 一年级的太太在家照顾两名幼小孩子 经济负担全落在王毅顺靠补鱼 维生的微薄收入 要维修家园有心无力 这个就是踏下去你会感觉到它会有凹下去 因为它下面没有那个支撑 这个边这些其实它已经离位了 你看这个门这边就知道了 它整个部分就是有踏到那个 整个它已经斜了 屋里大部分的木板已被白蚁侵蚀 柱子暂时用绳子固定 此地去钩踏进这个家 小心翼翼 行有不舍 你真的是会很担心的那种 你会看到它的那种木梁 它的那个物质的那个梁 已经开始有断裂 有弯曲的时候 你就想到这间屋子真的是很不安全的 就要更加勤奋的 更加的加速那个速度来联络来完成 家是避风港 志工经过评估后 积极张罗修缮工程 这将会是一场大作战 大爱新闻陈淑芬 李嘉宜谢乐 马来西亚报道